那么下面一条新闻呢是关于保时捷 保时捷的品牌啊 大家都是非常的熟知的 而且我们在今年的四月份 北京车展上面也一睹了它的芳荣啊 保时捷的展台可以说是非常的具有中国元素 而且呢也很清新雅致 他们今年呢虽然说在中国的销量不如从前 那么这一次呢保时捷也是立即换帅 然后扭转在华下降的这么一个颓势 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在七月二十号保时捷宣布了一项新的高层人士的变动 从今年九月一日起 亚历山大波利奇将接替科什麦 担任保时捷中国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全面的负责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澳门地区的业务 那么这位波利奇是谁呢 让我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他在保时捷工作品牌工作了23年 那么曾经担任集团内多个关键的管理职位 自2018年起就担任了保时捷德国公司的执行董事会主席 那么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呢德国市场的保时捷销量同地增速高达22% 在区域市场增速表现中位列是第一的好成绩 只是目前在华还是遇到了一些较大的销售的阻力和压力 在2023年保时捷全球共交付32万辆新车 同比增长3.3% 在北美啊欧洲等地区都实现了销量的同比的提升 但是中国地区呢交付量却是7.92辆 同比下跌呢15%啊这应该是7.92万辆啊 同比下跌15% 所以呢呃这个时候保时捷也正在大力的推动 这个电动化的转型 那目前海外的新能源市场呢呈现出一种降速的态势 所以保时捷呢就将这个新能源车型 还有电动化的市场呢全力的投入在了中国身上 他们非常看好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准备呢更加依赖于中国市场 其实我们在呃四月份的北京车展也看到了呃 保时捷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和他们的创新 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他们呃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的借鉴和运用 也是想讨一个中国消费者的欢心 所以希望呢他们在新能源领域的这一步棋 在中国下的是越来越好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中国市场能够步步高升